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的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道清炖羊杂汤 上次做了一个简易版的香辣羊杂汤 而今天的这个羊杂汤 我就告诉你如何在家才能做出汤汁奶白鲜香的清炖羊杂汤 今天在市场上没有买到新鲜的羊杂 就买了一包半成品羊杂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这也就是熟羊杂 这包熟羊杂是已经切好丝了 首先呢,我们把羊杂放入到盆中清洗 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因为这种熟羊杂里头并没有处理得很干净 我们把它直至清洗到水清为止 羊杂虽然洗了很多遍呢 但是还是有一些杂质的 所以呢,我们要给羊杂抄下水 起锅添水,加入清洗好的羊杂 一定要凉水加入哦 然后再放入少许的白酒 以便能更好的去腥 下面我们把火开开 等待烫汁滚开 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同时准备一下香料与辅料 首先看到的是八角 香叶 花椒 白纸 红辣角 这些都少许 再准备生姜一块切片 大葱改刀切片 这些切好后,我们和大料一起放入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洗净的香菜一小准 切碎备用 蒜苗一解,也切碎备用 现在焯水的羊杂也滚开了 我们用勺子撇去浮沫 在焯水上一两分钟后 把焯好水的羊杂控水捞出,放入到一个温水的盆中 冲洗掉上面的浮沫 控干水分备用 起锅放油,然后我们润一下锅壁 这样的操作原因是一会炒制的话 不会粘锅 首先温油的时候放入准备好的香料 小火进行炒香 切记是小火 炒制香料有个口诀 宁愿小火炒上三分钟 也不大火抢一秒 因为炒制香料的话很容易去炒 所以全程一定要小火 炒制出香后 我们放到羊杂进行煸炒 然后把火改成中火 炒出羊杂的煽气 把羊油煸出来 这一步就是汤汁奶白的关键 下面沿着锅边加入料酒 炒制均匀后 再加入少许的高度白酒 这两者都是为了去山味用的 这样的去山效果会更好 炒制出油后再加入开水 最好不要加入凉水 水一定要加的多一些 有的人为了追求汤汁的颜色 会在里面加各种添加剂 或者牛奶 这样做绝对是错误的操作 不光颜色不正 而且味道更不正 汤汁烧开之后 我们先用勺子撇去浮沫 然后改成中小火 盖上盖子煮上15到20分钟 煮20分钟左右的话 汤汁的颜色自然就会变白 这个原理很简单 以前的视频也讲过 汤变白的原理 在这里就不一一讲解了 20分钟后我们接开盖子 首先呢我们挑出这些香料 然后改成大火加持 加入食盐 胡椒粉 鸡精给汤底替个味 胡椒粉千万不能少啊 因为胡椒粉会让味道更窜 如果爱吃菜的朋友 建议加上山药 粉丝 粉袋 土豆等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汤 舀出来放到碗中 再撒上提前 切好的蒜苗和香菜 这两样是喝羊杂汤 不能缺少的灵魂香料 放这两样进去 直接可以把羊杂汤的口感 直接吊起来 喝到嘴里 才会鲜香美味 这个季节来一晚 暖心又暖胃 而且去除寒意 现在家常版的清炖羊杂就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啊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